李永去世前最后一条微博,感恩雨不断,令人感动。 2018年10月25日,央视主持人李永先生在美国因抗癌不治而去世此消息一出,在国内互联网上引起了高度关注。 有很多网友听起来一点都不相信以为是湖边上去的有点难以接受,可是世事难料,人在三摔六望偏偏天意弄,人真的弄走了我们帅气男主持人永哥,真的是好,突然希望永哥一路走好家人节哀顺便。 随后在网上一大批明星也纷纷发文道念主李锐、汪小飞、孙茜、张子怡等国内明星李永这一走是央视的一大损失,也是让人感到痛惜,他的粉丝们更是心痛不已。 据一网友透露发现李永先生最后一条微博是在时机年感恩节发表的局发文内容中,提到十分感谢妻子与所有人关心他的人,感恩节快乐。